免疫工作想要稳定 就都要看你红不红 观众喜不喜欢 最怕出大包影响心笑 但是在谷底就永远无法翻身了吗 那倒也不一定 我们先来看看谢昕 2019年她因为感情问题 背上了小三的恶名 外景小公主瞬间从电视上消失 那她的事业低潮 整整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再度转访到谢昕 以为她会愁眉苦脸 甚至可能是委屈的流泪 但是没有想到 她比我想象中开朗多了呢 她说说可能自己天生 就还蛮乐观的吧 而且这一年 她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的探索 明明很怕水 却去学自由潜水 还单枪匹马跑到印度去当志工 她说看到那些 从小流离失所的孩子们 谢昕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好哭的 做错事的人本就该反省 但她也找到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跟新的公司合作 从网络上出发 你其实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柔软 还要勇敢 面对着有些鼓励我 最好永远别上来的杂音 我窒息般的在水底待了一阵子 直到我好不容易 慢慢的浮出水面 能够再次呼吸 其实是因为要克服自己性的恐惧 所以我选了一个我最害怕的东西 就是觉得 如果我连我最害怕的东西都可以克服了 那以后还有什么东西我会害怕的 其实当初是秉持着这个信念 可是你真的第一次下潜的时候很害怕 刚开始真的很害怕 就沉到水底去 坐在水底 可能五秒可能三秒 就这么短的时间 很值得 不学习潜水 不会知道在自以为即将溺水的时候 其实身体里还有80%的含氧量 可以再憋个一分钟都没问题 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 把自由潜水的过程比作低潮石的心境 谢欣在水里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上山下海挑战自我 全身虚妥 我好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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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生第一个白玉 我这样很硬 可是我想试试看嘛 那大不了我就半途而废啊 可是我爬上去 到了嘉明湖的顶点之后 我真的眼眶泛红 我也觉得说我怎么有办法 连续爬这个上坡还扑重 然后走到了这个嘉明湖 而且我看到了 我觉得天啊台湾好美 以前我都是外景嘛 然后就是跟着大家跑 那可能就在这个庙啊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 比较 应该说是走马看花式的在工作 可是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因为我很自在 我真的在享受 人生中的一切美容 反而变成探索自己 我觉得 我觉得探索自己 然后会有不同的 我觉得好chill 就是说我怎么会有 不同不同的想法 像瓜哥就说 你是我看过最自在的人 个性真的够乐观 一下子失去了工作 他就自己找事做 去咖啡厅实习 还到印度沙漠区的庇护学校 当志工教英文 你到那个地方你会很震撼 然后我叫他们画画 然后我就叫他们画 例如说画 嗯 鳄鱼好了 他没看过 大象门我没看过 因为他们就是 一直在火车站里面要钱 在工厂里面做工 某一天校长跟我讲说 欸你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记得把门缝 用毛巾或衣服堵起来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我没有跟你讲吗 因为这边很多香味蛇 我说 我有点生气 我说我已经住一个礼拜了 你才告诉我这件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这才告诉我 因为他们的床角都是菱形的 如果是圆的就是 舍舍会上来 那时候我刚按时去的时候 想说这怎么 高工这么精美 对 然后也没有洗衣机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每天穿着衣服 我自己洗 然后放在院子晾干 晾干之后还是全部都是沙 因为那也是沙漠区 对 就是每天蓬头垢面 其中有几个小朋友的故事 我还把他们写下来 就边写边哭 你知道吗 真的 可能有那种 他说他四岁就在火车站要钱 好 然后六岁才被捡起来 四岁 我说那你住在哪里 他说火车站椅店的下面 你会觉得很多事情 不可能在台湾的社会发生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段际遇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去考了志工的领队执照 我就上课 因为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带着大家去做 可以 不要说做公益啦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冠冕堂皇 就是可能做一些 给需要帮助的人一点帮助 就是至少我有这个资格的 写心形容看过这些孩子的伤痕 才明白自己自作自受的伤 不过是擦伤罢了 但告别过去 尤其辛苦建立的事业 殊不难过 那是假的 你看看 太重 太重了 太重了 他也一直在洗脸 又来洗一次 快点吹啦 这样子的结果我觉得 对节目来讲是很合理的 我现在也可以站在 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我是难过的 因为这个整个工作团队 这是我 这是培养我的地方 那我可能比较重感情吧 我觉得工作人员 摄影机 就是那整个氛围 连常常在我们上山下海 那台小巴 对我来讲都是回忆 那突然这个回忆被抽走 你突然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了 你要其实是要花时间去克服 就是要克服很多的东西 会难过真的很难过 很舍不得 整理好自己和新的公司合作 谢欣再度付出 在网路上试水温 开直播做谈歌 有人说 我每次运动 你都直播吃东西 可是 现在就是宵夜时间啦 而且 老师还没来 我应该要吃的 有唤解你们的回忆吗 有没有觉得正身装扮 很像天才冲冲冲 红鱼片 红娘旁 小学生 太久没有去唱冲冲冲的 有点怀念 我喜欢当主持人 我喜欢电视圈 虽然现在我主力都放在网路 就是网路的声浪什么还不错 可是我会梦想只有一天 我可以回到电视圈 然后主持节目给大家看 让大家开心 这是我的梦想 现在上通告我好开心 我会觉得我在节目里面 要跟大家聊天什么的 我觉得我好珍惜 就是 也是在反省以前 就是不珍惜啊 就是有时候太晚通告不想上 现在不会啊 我们真的好开心喔 在何时点都OK 对 我竟然都接很多那种午夜场 一点路 不到三点 可是我觉得我很 你可能会在 失去的所有之后 你就会珍惜 你一点一点点 一点点慢慢拥有的一切 没有比失去一切 都彻底的觉悟了 低潮时刻 窃心爬百岳 学字浅 用勇气对抗恐惧 在黑暗中慢慢打荡点亮 这才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的勇敢 我会不拍摇 你不要在上 我会不拍摇 你不听 我会不拍摇 你不听